新町國安今天公布 新町家一個代表入境的麻煩 並賣了 是一個三十五歲的流行 中國月到馬來西亞流行 回來臺灣的時間 到今年頭一個代表入境的個案 做折抗一般的婚禮記 新町家這個個案 有出現發生出騙這些政策 這個個案也報到新町市政府的所在 為市局也公布名單 已經掌握工作人員名單三十七名 同時也對店家所提供的名單 從三月五號到三月二十三號 進行十八天的麻煩 自己健康監測 新町院外省局表示 目前已經降落一百九十二的接觸者 要求三過二過禁止人要做 提供十八天的健康檢測 另外三過切三到三過切五 民眾如果有到外省局公布 地點建議要做組織健康管理 如果有發生出騙 走降這些政策 要主動電路衛生單位